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初等变换和初等矩阵 课本内容在三三页 第一,我们来看看初等变换 初等变换有几种呢?有三种 第一种,简单写两个字叫交换 什么叫交换呢? 147258,这位矩阵在这里 我把一二两环交换下258147 这就要完成一次初等变换 由于只是对含进行变换 所以我们还可以准确讲是通过什么交换一二两行得到的一次初等含变换 第二种,它可以干什么? 它可以述成 你原本这个矩阵 我把第一函什么 乘二 那就得到2814258 这种变换 也是一种初等变换变换 第三种 我们可以在数乘以后再先加 数乘后再先加 什么意思? 那还是原本这个矩阵 我第一含的一倍过加到第二含去 那就变多少? 3915147 第一含的一倍加到第二含来 就得到它 所以初等变换 就有那么三种方式 当然这个初等变换 你可以对含进行变换 你可以对什么? 列进行变换 那就对应的有初等含变换 初等列变换 无论是含变换 列变换 我们就把它统成为初等变换 有几种方式呢? 三种 很简单吗? 小学生可以听懂 交换 速成 速成再加加 好,有了这个概念以后 你把课本翻到34页来 我们再来看看初等矩阵 我们再来看看初等矩阵 首先它定义 注意 这个初等矩阵的定义 它是怎么讲的 它由单位证 由单位证 经过一次初等变换 注意啊 是经过一次初等变换 你所得到的一个矩阵P 我们把这个P就叫做什么? 初等矩阵 好了 由于初等变换 有三种 所以各位所得到的初等矩阵 它也会有三种 来我们写个具体例子 我们写个具体例子 比如说一个三阶单位证 100 010 001 括号 对不对 比如说各位我交换一三两行 那就得到 1001 010 100 这个计程P1 它就叫一个初等矩阵 是一个单位证 经过一次初等变换 对不对 你在这里来个600 010 006 那是第一行 乘以6 当然可以说第一列乘以6了 满洲拿两只 速成 如果你把它计成P2 各位这个P2也叫个初等矩阵 001 看没有 对了 那你说如果这样行呢 600 060 006 这个矩阵 它有没有这个叫初等矩阵 它就没有这个 因为它并不是通过一次初等变换 能得到的 所以这个666是没用的 它就不叫初等矩阵 那它可以干什么呢 比如说第一行的 5倍加到第三下来 100 010 501 你看没有 这个P3是通过 速成在先加得到的 所以这样的PPOP3 都叫初等矩阵 好了 这个一听很简单 那说研究这个东西干什么 你研究这个干什么 所以接下来 关键是要干什么 我们要找到 初等变换和初等矩阵的关系 所以我们学第三点 来看看初等矩阵的性质 看看初等矩阵的性质 各位 第一点 我们说初等矩阵 我们简单用P来写 它的转质照样为什么 照样为初等矩阵 你比如说各位 你就现在看到屏幕上这个P3 你把P3取转质 它的列变成韩矩105 对不对 010 001 对不对 它是不是这样为初等矩阵 为什么 你可以怎么理解 你可以理解成 是原来一个三阶单位证 第三韩的五倍 加到第一韩去 对不对 当然你可以理解成 是由什么 原来一个三阶单位证的 第一列的五倍 加到第三列去 所以当然符合初等矩阵定义了 所以你初等矩阵转置 照顾初等矩阵 看到没有 三四页 那个初等矩阵性质 第一句话 不就这么写的吗 来第二点 我们来计算一下 刚才这个P P或P3 它就是三种代表 我们来计算一下 它的行列是 各位 你看屏幕上 这个P3的行列是等几 P3的行列是不等一 经过某一行 或者某一列的道 被加到某一行 某一列去 它重新计算 它的行列是不唯一的 对不对 而P2呢 P2的行列是不就是为6吗 你把某一行 某一列 乘一个数K以后 那么这样得到的 初等矩阵 它的行列是不就是K吗 而通过交换得到的呢 你通过某两行 或者某两列交换一次 那你所得到的一个初等矩阵 这个初等矩阵 行列是呢 因为我们第一部分 学过行列是信真就懂 它是不等负义 有印象没有 P3是通过什么 数成在先加得到的 P2是得到什么 数成得到的 P1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 通过交换得到的 看到没有 各位那你就发现 无论通过哪种方式 它的行列是什么 都不等零 既然都不等零 我们就可以提点句话 怎么讲 说你天底下 所有的初等矩阵 来 行列是不等零 怎么讲 行列是不等零 我们就可以讲 你这个矩阵 满足哪两次 是可逆的 各位他们是可逆的 他们是可逆的 那既然是他们可逆 那他的逆矩阵等于多少呢 我们能不能求求 初等矩阵的逆矩阵呢 我们就可以来求求 初等矩阵的逆矩阵 初等矩阵逆矩阵 那这个时候求 初等矩阵逆矩阵 不用我们前面 讲到的五种方法 什么伴随法 初等变换法 听到没有 定义法 分解法 分块矩阵法 不用 初等矩阵求逆 有口算公式的 比如说各位100 我们看看P1好不好 来我们看看P1 我们就在这里写 我现在想 我现在想计算P1的逆 P1由于是交换得到的 各位你看 交换得到的逆矩阵 它就等于多少 自己本身不懂 001 010 100 为什么 你计算一下 来你计算一下 一量这个P称P0 你看等于多少 左边第一行 右边第一列 一 左边第二行 右边第二列 一 左边第三行 右边第三列 是不是一 其他位置 是不是统统都为了 其他位置 是不是统统都为了 所以你看 通过交换得到的初等矩阵 它逆矩阵就自己本身不动 那如果通过速成 就某一行 某一列成了个K以后 它的逆矩阵的多少 就P2的力 来同学看看 它的P2力 早上是不是教过你 对不对 我们在检取正乘法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说对矩阵先成 它再左再右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 你这个P2乘以谁 我只需要这个位置 变六分之一 00 这里010 001 你看 他们先成P2乘以P2力 就等于单位正义 对不对 因为对矩阵先成 就是对矩阵以 丸数对义先成就可以了 所以通过速成得到初等矩阵 它逆矩阵是什么 那个速成的位置取倒数 速成的位置取倒数 谈到你 你看看P3 通过速成在西安家得到初等矩阵 你看看它的逆矩阵等于多少 来 你后面发现怎么样 或者 这个规律你可以自己来计算一下 走 能一眼看出来吗 你不放心 你如果真不放心 你还真可以用个伴随法去计算一下它 好吧 你用伴随法计算一下它 对不对 它含列是不就等于多少 含列是不等于1吗 你这需要计算它的伴随矩阵了 那伴随矩阵就计算九个怠数余止试了 而这九个怠数余止试是不难算的 对不对 你要不要给你一个个写写呢 你看啊 无聊一下好不好 这个一手对你的多少 这个一手对你的多少 是不是一啊 这个我上面能不能给你闪掉去 你后面会发现发现什么 通过非灵速成在先加得到的初等矩阵 它的逆矩阵P3等于多少呢 P3例等于多少 100 010 01 这八个元素都不动 就是你要把这个5 改成负就够 5改成负 改成它的相反数 你不放心的话 各位你来解念一下 你不放心来解念一下 你做惩罚 做矩阵惩罚 来你做个惩罚 你看 100 010 501 来做个矩阵惩罚 来看这个位置 第一行 第一列 是不是一 这位置 第二行第二列 是不是一 这位置 第三行第一列 是不是一 你看其他位置 是不是全位力 你比如说这个位置在哪里 第三行第一列 来第三行 第一列 负5乘1 0乘0 1乘5 刚好为0 没有了 好吧 其他几个位置 我就不再跟你解念了 你去计算一下 都为0 所以听到没有 这就是初等举证 求逆的口算公算 我们课本来写在哪里 课本来写在三十四 也就是让初等举证 性质那个第二点那里 这种写法 你看你自己习不习惯 听到没有 你要用语言描述 怎么减呢 就一个初等举证 如果是通过数乘k得到的 它的逆举证就等于多少 你把这取k分之一 过 下面 如果是交换了两行或者两列 求它的逆举证 就等于本身 如果是某一行某一列的多少倍 加到另外一列去 它的逆举证就等于多少 然后相反数 这就是可逆举证的 初等举证 求逆的口算公算 而我们同学一般对这个是不敏感的 你还不如写几个具体例子 听到没有 你做笔记就写几个具体例子够了 就写刚才这个PPOP3 然后用文字来语言描述就可以了 交换本身 对不对 k倍倒数 对不对 k倍相加相反数 你写这样的话 听到没有 交换本身不动 对吧 k倍逆举证变成其倒数 k倍相加变成其相反数 这么记得可以 这个后面做题还是要用到的 做题要用到的 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如果A是一个可逆举证 各位 如果A是个可逆举证 我们讲过 可逆举证成为B2条件是什么 它的行列是不等0 行列是不等0 我们刚才又讲了 所有的初登举证 行列是也不等0 对不对 所有初登举证 它的行列是也不等0 好 那你初登举证 P1 P2 P I 或者用书上字母PS 你们都不等0 各位 那从数的角度来讲 各位 比如说6总可以写成1乘1乘2乘3 对不对 我18总可以写成3乘6乘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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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理解吧 是不是天底下所有的可逆举证 总可以写成若干个初登举证成绩 对吧 这个就为我们后面初登变换求逆举证 找到背后的理论背景 好 再来看第四点 第四点 西安对来讲就是最重要的 第四句话怎么讲呢 各位 它说对N阶举证A进行初等行变换 西安单于加A举证 左乘以西安对应的初等举证 这句话就找到了 初等变换与初等举证之间的关系 你为什么要研究它们呢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写几个 我现在给你一个矩阵 比如123 345 456 如果我对你来个赞的命 下个赞的指令 对不对 我说来你交换一三两行 那你把第一行和第三行交换一下 你看那你这样是不是只能打箭头 那变成什么 变成456 345 123 没问题吧 但各位 我们现在有了这叫初等变换 我们现在可以把那个初等变换用初等举证的乘法描述出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箭头变成什么 变成等号 怎样就可以把这个箭头变成等号呢 他怎么讲 由于你是进行行变换 他这个理论告诉我们 你刚才这句话 我只需要在这个矩阵 组成 对应的初等矩阵 你看你本来原来的 单位证放边站 你要对他交换一三两行 就对这个蓝颜色的三阶单位证也交换一三两行 你来你把它交换一三两行 就得到001 010 100 他说 你只要在这个矩阵 组成一他 就可以等于右边这个矩阵 来 自己做个矩阵乘法 自己做个矩阵乘法 第一行第一列 多少 四 你看到没有 第一行第二列 五 第一行第三列 只有六 第二行第一列 三 第二行第二列 四 第二行第三列 五 第三行第一列 对应相称再相加一 二三 看到没有 还真是这样的 所以这就找到他们之间关系 再来一遍 你要交换一三两行 就等价于在你这个矩阵 左边乘以对应的初等矩阵 啥叫对应的初等矩阵 就是我把一个三阶单位 整交换一三两行 放在你左侧 就可以把这个箭头改成等候 反应过来没有 同样道理 我一二三三四五四五六放在这里 我说第三行乘以一个三倍 你把第三行乘个三倍 那就变成前面两行就不动了 你现在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箭头变成什么 我可以把这个箭头变成等号 等号怎么等呢 等于你凭什么就一二三三四五四五六 你怎么就可以写成一二三三四五 十二十五十八 这样肯定是不等的 你要让它等起来怎么办 左边乘以一个对应的初等矩阵 对应的初等矩阵 对应的初等矩阵谁啊 第三行 扩大了三倍 那么就变成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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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你现在再看这个位置 第三行第一列 零乘一零乘三 三乘四十二 零乘二零乘四 三乘五十五 看不看就来了 懂了没有 再来 那你一二三三四五 四五六 我现在想让你这个矩阵干什么 我想让他把第一行的两倍加到第二行去 你第一行的两倍加过来 你加过来 二加三五 四加四八 六加五十一 一二三四五六 这叫初等变换 有了初等矩阵以后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箭头变成等号 就可以把这个箭头变等号 对不对 变等号 三四五黑笔呢 你要让他这个等起来 用等号等 我左边需要来个初等矩阵 是第一行的两倍加到第二行去 两倍加过来 看到没有 就是相当于在你的左边乘一个对应的这样的初等矩阵 好 这就是三四页倒数一行 这句话讲的 那当然了 你行变换就相当于在左边乘一个对应的初等矩阵 那列变换呢 就相当于在你怎么 右边乘以先对你的初等矩阵 所以有了这个理论 我们就找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在后面提 我告诉你考 选择题就考这点到了 就考这个 你要懂得会用它描述出来 好 那接下来看到三十五页的第四点 我们就 我们就可以什么 用初等变换 用初等变换来干什么 求逆矩阵 用初等变换来求逆矩阵 我们在A的右边如果放一个同型的单位证 干什么呢 我们经过若干次的初等行变换 只要你左边的A变E 那右边的E就变成A例 当然了 你也可以在A的下面放个同型的单位证E 这样放就要经过初等列变换 只要单这里变A变E E就变A例 那这背后的原理 原理是什么原理 其实很简单 同学你想想 我AE这么拼在一起的时候 看吧 我经过 假如你看我经过一次初等变换 你经过一次初等变换 我不就相当于什么 经过一次初等变换 我不就相当于在A的左侧 乘以某一个对应的初等矩阵P 那你想想 我再经过次初等变换 就等于在你的左侧层P 再经过第三第四次到S次 经过S次初等变换以后 当你A变成E以后 那我问你 你A的左层那个P 不就相当于我这个E 也同时在左层的P吗 你看你最后进行了S次初等变换 就相当于在A的左边 乘以S个初等矩阵 最后你都变成E了 这不是可逆的定义吗 他看那个整体乘以A等E A的逆是什么 什么红笔画出来的框框 所以你看你A乘了P 不就相当于E乘以P吗 所以你这个时候一次以后 对不对 A变AE E是不就变P 对吧 你再来一次初等变换 就相当AE 现在AE变AO的同时 AE变AO的同时 这个P旁边 左边乘以P 所以经过这样的过程下去 你经过了S次初等变换 最后左边变成了什么 你变成E以后 因为这个先称等E 那我这条线右边留下什么 是不是留下PS点点点乘以P 而这个结果 那不就是AE吗 这个结果不就AE吗 能理解吧 不理解 也无所谓 不理解你怎么办 各位你看 不理解你会这么用就够了 好不好 这里你只要会这么用 而且虽然简然简 可以既可以行 也可以列 我们同学更习惯用什么 用初等行变换 去求它的逆举证 而以后给我们的题呢 对吧 以后给我们的题 如果给给我们一个具体数字型的题 我们都怎么去处理它呢 你右边放一个同行的单位证 我们通过什么 行变换 开始是怎么办呢 开始我们是由善到下 由善到下 由善到下呢 我们怎么样 把这里全变成零来 主对角线 左下线全变成零 这里变B1 然后呢 继续初等行变换 我们就由下到善 由下到善 由下到善 这里就可以变成一个什么 单位证 这里变成B1 在单位证 继续行变换 通过多少倍 某一个行变多少倍 某一个行变多少倍 你这个单位证一定可以变成 按这个对角证一定可以变成单位证 变成单位证E 那这里就留下A例 给我们一个具体数字型 我们一定会经过这样的过程 都是从头到尾 都是初等行变换 开始是由善到下 把这个主对角线 左下证全变成零来 一定可以通过交换 K倍 K倍再相加 左下角变零 左下角变零以后 再由下到善 对不对 把它变成个对角证 对角证再通过 行变换 把它变成单位证 那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A例 最后结果就A你 来我们前面不是有到这样例题吗 我们自己来动笔来感受一下 担心听到这里会有点问题 其实无所谓的 这种理论部分你不懂无所谓的 你只要会这么去做 会这么出等变换就够了 好不好 你翻回29页来看到例题2.1 对不对 我们来就计算一个了 好吧 他来计算他的逆矩阵 0.1-1 2.1-1 -1.2-1 就在右边放个100 0.1.0.0.0.1 看到没有 好了 你看我们怎么去 把刚才这个话 通过具体题来体会一下 第一步 由于这个组对角性的0不是1 所以我怎么办 我是不是第一含第二含交换一下 要两含交换一下 112 010 这变成02-1 100 这变成-1-1-1 -1-1 001 括号 对不对 脑子还可以进行这样的工作 就是你这个过程 是不是相当于在他左边 乘一个对应的初等矩阵 好了 继续 先看到第一列 这里已经0了 想办法 再把什么 再把这个负义变0 那很好办 只需要把第一含 加到第三含来 看到没有 把第一含 加到第三含来 这就变成多少 0 0 1 0 1 0 1 看到没有 第二含是不动的 第一含也不动 第一含也不动 看到没有 第一列这两个是不是变0了吗 对不对 那继续 还要把哪些变0啊 那到这里过程 是不是主对角线的左下 这全为0 这是由善到善 我们接下来在什么 从这步开始 我们在由下到善 把哪些轻微0 我把这个变0 把这个变0 好不好办 这很好办啊 你只需要干什么 就两步放在机械了 我把第三含一倍加到第二含去 把第三含的负二倍加到第一含去 负二倍加过来 加到第一含去 1 1 负二倍加0 负二倍加0 负二倍 一乘负二 小心点 负二 负二加1负一 负二倍加负二 第三含加第二含 0 2 0 1 1 1 就这样 而第三含不动 0 0 1 0 1 1 好 再来 再把谁变成0来 我再把这个1变0 那再把这个1变0 比如第二含的二分之一倍 负二分之一倍加过去 那你灵活点 我提前把这个二变成1来 所以我第二含乘以多少 乘以二分之一 我第二含乘以二分之一 各位 你就得到什么 你就得到0 1 0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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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变成001 011 对不对 第二含乘以二分之一 再把这个新的第二含 到负 负一倍加到第一含去 加过去 这里的负一倍加到第一含去 100-1倍加负二分之一 负一倍加负二分之一加负一变成负二分之三 负一倍加负二分之一加它 负二分之五 负二分之五 括号 看到没有 到这里 左边就是个三阶单位证 右边的九无数就成为它的逆矩证 就这么求的 看到没有 就这么求的 好了 所以无论刚才讲的这段话 你听懂多少 所以要搞不清楚 你不用搞清楚 它背后为什么可以通过这样初等行变换 你A变E E就变成A0 这个真情不懂 无所谓 可能还需要过程 你可能过两个月就懂 但你只需要会什么 你这一年 你只需要会这样的过程 就问进去 你不要错 对不对 一定要最后能够把这九无数求对 这是对你的要求 好吧 这就叫用初等变换去求逆矩证 好 接下来翻回来 看到三十五页 我们再看到第五点 我们就出现了两个矩证之间的关系 我用红笔写 出现什么关系 叫等价 等价矩证 等价矩证 什么叫等价矩证呢 未来我们要学两个矩证相似 我们还要学两个矩证合同 这概念的区别 我们现在这里就学会了等价 什么叫矩证等价 看它定义怎么讲的 所以如果你AB 都是M乘以N的矩证 M乘以N的矩证 所以如果能找到两个可逆矩证 PQ 你能保证P称A称Q等于B 我们就讲A和B是等价 我们就讲A和B是等价 看到没有 那你看到 这个AB等价的AB可能要同行 你五含六列 我也五含六列 才有资格去谈它们等价不等价 那什么叫可逆矩证P 可逆矩证Q相乘呢 那我问你可逆矩证 是不是等于若干 个初等矩证成绩 你的A 左层的P 不就相当于在A的左侧 A左侧乘以P 不就相当于对A进行 若干次的什么 初等行变换 你A的右侧乘以了Q 不就相当于在 对A进行若干次的 初等列变换吗 那一句话 什么叫等价矩证呢 就是你一个A矩证 经过若干次的初等变换 得到的B 这两个矩证 AB就叫等价 看到没有 这两个矩证就叫等价 所以你可以换文字语言 就这么描述 什么叫两个矩证等价呢 A经过若干次的初等变换 得到B 那这个是AB就叫等价 只不过这句文字语言 用数学表达式来描述出来 写等号怎么写 P乘A乘Q 因为若干次的初等变换 无非不就是含变换 列变换吗 你含变换不就相当于 在A的左侧乘以P吗 列变换不就相当于 在A的右边乘以Q吗 所以这个时候 PQ一定都是可逆矩证 No 感谢观看